热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大家好 我是萱萱 今天节目开始跟大伙说个新鲜事 说盘景的盘山县 有一种公交 叫赶集公交 每到镇上有大吉 赶集公交立马上线 这沿县的村屯的村民们 就可以坐着这公交赶大吉了 相当给力 这都房子远 你多好多 这都房子连 除江口就可以坐这了 多干净 坐上特别舒服 今天特别长 目光在转向大连 9号那天 大连的一家金店 进来了一名男子 说是要买金链子 可是 这个两万多条 多块钱一条的金链子 刚拿出来 这位抓起来就跑 2月9号 在大连干井子区 一家商场的金店内 来了一名戴着墨镜 口罩和帽子的男子 声称要购买金项链 挑选后 看中了一条 标价两万多元的金项链 说想要试戴 就在男子 把金项链 往脖子上戴上的那一瞬间 竟突然拿着项链 转身就跑出商场 金店老板 见状赶紧追了出去 边追边喊 抓贼呀 抓贼呀 在追出两条街后 抢项链的男子 出于害怕 将金项链扔在了地上 随后逃走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 仅用三个多小时 就将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目前该男子 因涉嫌抢夺罪 被公安机关 依法刑事拘留 2月12号上午9点左右 在大连普兰殿区 世纪路西段的一小区内 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故 一位装修工人干活时 不小心一脚踩空 掉进了三米深的地下室 腰部受伤动弹不得 消防员接到报警后 到达现场 先用120提供的 硬单价固定伤者 再由多名消防人员 用软单价顺着铁梯子 小心翼翼地 将伤者抬出地下室 移交给120 送往医院救治 施工现场 安全隐患多 施工人员作业时 更要多加小心 同样是2月12号 广西玉林大唐镇卫生院内 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位马上就要临产的孕妇 在上厕所时 突然提前分娩 婴儿掉在了蹲电器里 左脚被卡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 婴儿躺在便池中不断啼呼 左脚被卡在排污孔中 情况十分危急 随后消防员先用毛巾 包裹好婴儿 再用工具一点点地 将排污口周围的水泥敲开 大约50分钟后 在医护人员的协同帮扶下 婴儿被大家合力救出 目前婴儿状况良好 正在医院治疗外症 今天网上有一个数据 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议 甚至都有点让人震撼 说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 快速上升 2020年接近10% 这是11号那天 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上 发布的 说年轻一代婚姻官 正在发生变化 35岁以下的女性 这是生育的主力君 只有不到70% 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 也就是说 有30%多不想生麻儿 而这种观念变化 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国的人口和家庭 发生双重变迁 生育率持续走低 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中国寄生协党组书记 王培安表示 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 还很低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婚姻观念的引导 生育水平的提升 将异常艰难 震惊吧 要不要孩子 这事吧 看着好像是小两口的事 但是放眼整个国家 那就是一件关乎人口 和国家发展的大事 怎么让年轻人的这个观念 扭转过来呢 能乐意生孩子呢 需要从各个方面下功夫 对此王培安建议到 一 是得让大伙 休年假 逐步地缩短工作时间 推行弹性工作制 那这样一来呢 家庭生活和旅游的时间变多了 大伙的心情也舒畅了 压力就变小了 二 是发展家政 养老 托幼 托育等产业 让事与保险等等啊 也要保护婚姻家庭 鼓励家庭成员团聚 那我呢 是二十多岁啊 不到三十岁生的孩子 说实话 有孩子以后 肯定要比以前累那么一点点 可是咱换个角度想 这个世界上 可真的多了一个人 让你牵挂 也就多了一个人牵挂你 爱着你 这感觉可温暖了 孕育生命吧 就像大树生长啊 一个树枝呢 逐渐的老去 那新的枝叶正抽牙生长 生命才得以延续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张老照片 这是一位网友啊 在二十三年前拍的合影 你看这小姑娘啊 她本来是想拍一张单人照的 可是后边这小男孩 你看 一直回头就看她呢 这就变成这俩人合影了 十二号那天 照片里这小姑娘啊 如今已经是大姑娘了 突发奇想 就把这照片啊 晒到网上了 她就要寻找一下 这个身后擦肩而过的这男孩 结果这茫茫人海中 还真的就有人联系她了 而且还不止一个 关键词寻人 为啥这么多年 突然想起来找人了呢 这还得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前几天 女孩翻看2000年时 在北京拍摄的老照片 发现一张照片内与一名小男孩擦肩而过 男孩还回头望了一眼女孩 这一刻刚好被相机拍了下来 就像歌词里写的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梦想着偶然有一天能再相见 就这么的 女孩突发奇想 想在网上寻人 消息一发 没想到收到了许多网友的回复 最后筛选出来三名进入决赛圈 第一位选手 是照片上来看 大家觉得最像的 这是对比图可以说一模一样的 但一号选手询问了妈妈 妈妈说很像但不是 但我俩的拍照方式 确实是有点笑点在 再来是二号选手 认出了黄色脱海 并且同样也去问了妈妈 妈妈一眼看出来照片是 北京动物园门口 遗憾的是没有照片 要过两天回老家 才能拿到对比 最后是三号选手 也是非常非常神似 但年纪属实比我小好几岁 低于北京的照片 也是在要老家才能找到 这三名男孩都非常神似 女孩那张老照片中的男孩 到底是不是其中一位 剧情还在发展 还没结束 这可吊足了大伙的胃口 就坐等你的大结局了 关键词 陪伴 最近一位江苏南京的老爸 分享了一段陪伴女儿运动的视频 画面十分暖心治愈 视频记录了从女儿一岁开始 老爸就带着女儿做运动 从一开始的跑跑跳跳 踩到吊单杠 扎马步 女儿一天天长大 动作难度也一点点增加 佛称 跳香 越杠 最后还和爸爸组队 一起完成技巧接力赛 与其说老爸的陪伴 让女儿快乐健康成长 不如说女儿的陪伴 才是老爸最大的幸福 关键词 高手 最近在黑龙江哈尔滨渔处街头 一位大爷在等红灯时 秀起了车技 别看冰天雪地 只见大爷全程脚步点滴 自行车让他控制的是稳稳当当 上边的大爷也是相当帅气 空靶 站平 一气呵成 完美的平衡 辨绿灯号 大爷直接潇洒骑车走人 有网友说 大爷骑车自带发动机 启停技术 这才是高手 大爷啊 你挺高能啊 太逗了 这年轻的时候啊 是不是靠着一手 这赢得了不少少女的放心啊 但是啊 就您这年纪都多大了 你还这么调皮 家里大爷知道了 跟你着急不 说如果啊 咱们献爱心的同时 还能有人帮你交保险 能就医 旅游 购物 乘车 都想优惠 甚至免费 您乐意不 最近 沈阳市志愿服务条例的 征求意见稿发布了 就提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个事 首先呢 沈阳志愿服务爱心日 拟定在每年的6月12号 志愿者享有自愿回入 或者退出志愿服务组织 自主选择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等等的权利 如果说达到了 一定的服务时长的志愿者 那志愿服务组织啊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 为志愿者上保险 比如说参与应急救援 大型社会活动等等 那可能发生人身伤害风险的 志愿服务活动 应当为志愿者购买相应的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 还有啊 就是鼓励医疗 文化 娱乐 旅游 体育 商业 城市公共交通等 公共服务机构场所啊 根据志愿者积分 为志愿者在就医 培训 游览 参观 购物 乘车等方面 给予快速通道 免费 优惠等等的优待 咱们再说说垃圾分类 辽宁省十四五城镇 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 发展规划 公开征求意见啊 最近也提出了 生活垃圾的分检处理中心 将由智能机器人分类打包 和实现精细化分检 和全品类回收 咱们都知道啊 跟垃圾打交道 就这活吧 真是又脏又累 但机器人最不怕的就是这个 而且啊 抓取精准 效率更高 速度是人工的两倍 到2025年底 我省生活垃圾分类 收运能力的总体啊 达到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吨每天 十号那天 沈阳审核区也举办了 分类大讲堂知识普及活动 垃圾分类讲师啊 对运营企业的一线工作人员呢 提出了分类知识进行讲解 那还和参与这个会议的人员啊 互动了答题 那线上扫码智慧答题等等嘛 让大伙对这垃圾分类啊 从督促引导 向主动参与转变 好消息 好消息 厂家为了让所有人 体验到盛景桥园 琵琶丘梨高的营养滋补 特举办本次工厂家体验汇民活动 原价999元4罐 今天4罐只要99元 现在拨打电话 加赠4罐 8罐只要99元 等等还没完 前100名成功订购 再配送量 罐品长 整整10罐 送货到家 只要99元 不好吃 或者跟电视上的效果不一样 全额给您退 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历经81小时 再配以琵琶 罗汉果等 鲜燃轻火润肺本草的反复调制 20斤原材出一斤高 只为保持古法琵琶丘梨高的正宗风味 那为了把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那今天借着郎母组 我向全国人民宣传 我们的古法琵琶丘梨高 原价999元5罐 今天只要打电话 99元买4罐 然后呢 再送你试吃两块 整整十块 只要99块钱 没有人工费 也没有快递费 也没有中间的层层加价 不好吃呢 直接退到我这 绝不让您多花一文冤枉钱 请广大消费者 放心动 放心吃 圣锦桥园提醒您 辨别正宗好高姿 需要看三步 第一 看形态 落展成珠 悬丝不断 证明好高姿 第二 看颜色 色泽银润 心量无杂 证明好高姿 第三 品味道 清甜可口 干吃不腻 证明好高姿 圣锦桥园琵琶丘梨高 二十斤元才一斤高 正宗古法老味道 喉咙干涩来一勺 一口润到心坎里 咳嗽气短来一勺 一口提神又顺气 抽烟多痰来一勺 一口护肺养身体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 第一个字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 打出的第一个字是R 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可痰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可痰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珍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导报为您服务 东北老妹带你吃 今天文秀要带我们 见识见识一个馅饼店 咱也不知道 他家那锅得有多大 反正落出来一张饼 就这么大 你看 我双手张开了 都没它长 挺大 好像是70多 也不60厘米 五个壮汉才能勉强吃完 咱们去看看 吃出快乐 吃出美 吃出一双大肠腿 大家好 我是东北老妹文秀 咱们今天呢 要去吃一个牛肉大饼 大伙平时吃这个饼 能吃多大的 咱进去看看 这牛肉大饼 到底能有多大 老师热气腾腾 都下午一点了 来吃饭的人 还是乐意不绝 你看 每一桌的桌上 都有这个牛肉大饼 首先很多人都是奔着 自己家的牛肉大饼来的 我回事 那也别人推荐 别人推荐的 这它是挺有特色的 你们想着来 你们想着饱 它一会儿吃没吃上 它可多 特别好吃 看这肉馅 没有多少吃 五十把那个 馅饼上桌之前 都是被切好的 那么他们家这馅饼 到底有多大呢 得往墙上看 他刚才指的 五十八那么大的一个 就是这个 五十八一张这么大个 十八一张这么大个 就是有的人老问 你要领多大一张啊 我几张能吃饱啊 我几个人够不够吃啊 所以说话就 说话的这位 就是这个 是一个人的 一张 是 hade 小手 的 这一张 有点 没 没 都 有点 有点 他们 不是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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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看这76这一个大饼它这个量能有多大 所以我刚刚估算了一下 说这个大饼好像怎么也得四五个人吃 而且是饭量的大一些 要不这个饼真吃不了 这大饼啊 文秀打包回来了 那天我还真掰了一点 真的老香了 还不腻啊 特别好 东北老妹带你吃 美食美赏 介绍美食 包括做法 在咱们生活导报的抖音号 东北老妹带你吃里边都有展示 那大伙呢 如果说是天天为做啥饭菜发愁的 或者是说想下馆子改善一下 又不知道去哪的 您就到咱们东北老妹带你吃的抖音号里边 你搁那里边肯定能找着灵感啊 保准你是每顿饭都不凑合吃的 贼欲准 接下来还是看吃的 看我身后这张照片 看 您都认识几样啊 就中间这个绿色的 一个尖一个尖的 您认识吗 还有这边的啊 我是认识那叫四角豆 是海南的菜 那这个叫宝塔菜 叫什么来着 我有点记不住了啊 就这些啊 有棱有角 长得奇奇怪怪的呢 这都是南方菜 以前啊也见过 但是很少 只能在过年之前会上一波 而且这价格啊 贼高 那现在呢 这些南方菜啊 还有进口菜 就跟咱们常见的北方菜摆一块了 今天咱们导报记者啊 就带着大伙一块去了解 哎 这些越来越罕见的菜 怎么就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呢 那我现在啊就来到了沈阳永强农贸市场里面啊 那其实在我旁边的这个蔬菜摊位呢 我们可以看到摆了很多种这个看起来不太常见 也比较特殊的菜啊 那包括像我手里指的这一款呢 看起来就还挺特别的 那其实像这样呢 看起来很特别的特菜 其实老板告诉我们啊 在他家的餐位还不止这一种 这个是豌豆我认识 这是啥呀 那个是那个甜蜜豆 甜蜜豆 这个是那个 你看他们这啥呢 这个荷兰豆 都不就薄一点嘛 然后那个 这个甜蜜豆 它就是稍微补一点 这个它俩就是都是炒着吃的 然后也不就正常下个弦就行 然后这个豌豆是可以拔豆粒 可以水煮的这种 然后那个你看它啥 就感觉比较像那个小时候长大一点 然后盛了那种 荷兰豆是多少钱呀 荷兰豆现在15 现在挺便宜的 然后这个甜蜜豆呢 那个甜蜜豆它哪一样价 价钱都一样 这个豌豆呢 豌豆现在也15 甜蜜豆佛手瓜 都是我们平时在餐桌上不常见的菜 摊主小唐说 因为很多市民啊看着稀奇 所以也有不少人来打听 想要尝尝鲜 这个是那个塔花 塔花 在南方有一个管的叫那个宝塔菜 这个东西炒的是挺好吃的 就跟那个正常菜花做法啥的都一样 那我看你摊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 看起来不太眼熟的菜 那这个 这样也是那个小耳菜 这个炒的是挺好的 这都属于那个南方菜 不认识啊 见过没啊 见过没见过 尝试过吃一吃吗 没尝试过 因为没吃过 不太敢尝试啊 还是说 感觉它长得 那是菜花吧 对对对 那是塔花 塔花啊 摊卫老板说 他经营蔬菜摊十多年的时间 这塔花啊 也是近两年才在市面上见到的 这个就是有季节性的 过年了过节了啥才上 平常不啥才上 然后现在大伙认识他们 有没有人来问你 这是啥 有 那肯定有 问的人多吗 还行 还行 就现在大伙都接受这个南方菜 就是比较特殊的 因为平常也不到吃啥嘛 刚刚在这个老板的介绍下哈 我也买了一颗这个塔花 准备今天晚上尝一尝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大小呢 刚才也是称了一下哈 它的价格是这个十二块六 其实我说十块五 对于一个不太常做饭 我觉得这样的价格还比较滑涩哈 今天晚上也准备试一试它的口感如何 上网查询发现 塔花的做法呢 还是比较多的 教程也非常清晰明了 几分钟的功夫 一盘塔花炒肉就做好了 刚才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啊 现在这个塔花菜呢 我已经做好了 其实我查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它的做法种类还是挺多的啊 包括可以做沙拉 可以素炒也可以肉炒 虽然说我现在这个菜的卖想不怎么样 但我也准备给大伙尝一下啊 给大家看看 其实它切出来的这个小块 确实是挺像一个保塔的形状 它其实是闻起来 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菜花的味道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吃起来的口感要比菜花 还有西兰花吃起来要相对脆嫩一些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市场里面 能够看到这样的这个塔花菜 其实也可以买回家尝试一下 原来啊 这种看起来像小保塔的菜啊 学名叫保塔菜花 形状奇特 口感脆嫩 塔花的营养丰富 蛋白质含量是番茄的5倍 白菜花的3倍 维生素A含量是白菜花的46倍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塔花啊 比较这个特别以外呢 那其实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菜呢 看起来也挺特别 也很不常见哈 那老板告诉我呢 这个菜啊 因为它的形状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个四个方向的 所以它叫四角豆 还有一个名字呢 叫龙豆 那像这样的一袋这个龙豆呢 它是按照这个一袋来卖的 一袋的价值呢 是10块钱左右 好老板告诉我 其实它做的方法也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蒜蓉来清炒 也可以放一些肉片肉末来炒 在沈阳永强农贸市场 我们看到的特菜种类大概有五六种 甜蜜豆佛手瓜 已经在前两年登上了我们的餐桌 儿菜塔花四角豆 也在最近开始被大家熟知 塔花和儿菜的价格都在10块钱一斤 四角豆的价格是10块钱一袋 照比我们熟知的印记蔬菜价格稍高一些 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尝试看看 特菜啊就是以前不常见的特色蔬菜 以前特菜是真特 但现在啊 这运输和保鲜能力的提升 我国北方呢和南方啊 这同一个时间啊 吃到这些水灵的特色菜 就已经不是啥难事了 这也是科技改编餐桌吧 俗话说啊老掉牙老掉牙 其实啊在口腔医生来看呢 这牙呢它并不是老掉的 而是由口腔疾病导致的 全国连锁口腔机构沈阳康贝加口腔 种植院长建议大伙儿 掉牙首选种植牙 种植牙健康舒适吃满满香 牙齿种得好才能用得久 那沈阳康贝加十年品质 技术过硬 精于种牙 为了使大伙儿啊都能实惠的种上好牙 我们栏目呢携手康贝加口腔 共同开展了春节之后种牙特惠 优质直体力想大额减免 特惠直体限量放送 专家种牙 口服有保障 拨打02431213333来预约 每天啊前20名还能再享受一下 免费的拍片检查 明依亲诊以及专属方案设计 就这个电话赶紧预约一下吧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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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试用开始了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 你用完了见底了 说不满意 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 您只用退13瓶 打开的免费送给您 现在听口超纸5瓶装 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 等等 还没完 前一盘您订购成功的朋友 还能免费再领5瓶 加量不加价 15瓶只要99元 只要99元 15大瓶全部带回家 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的油 踩来踩去的 沾到地上哪都是 特别特别的不好拖 现在喷上一点 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 不仅这地上也不会黏了 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 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 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 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 来体验 没两把刷子 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有了草本惠影油污精 不管是油够物够 黏得结成块的 藏在边边缝缝里的 只要喷一喷 冲一冲擦一擦 都可以 干干净净 效果让你看得见 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 陈年老购油污 水字秀字 就用草本惠影油污精 一喷瓦解一擦即净 省时省地不伤手 全面升级 全心配方 三倍快速去油 去油率99.9% 柠檬清香不自比更健康 免费免费 草本惠影油污精 免费试用开始了 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 你用完了见底了 说不满意 我们免费给您退 给您的是15瓶 您只用退13瓶 打开的免费送给您 现在订购超纸5瓶装 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 等等 还没完 嫌一百名订购成功的朋友 还能免费再领5瓶 加量不加价 15瓶只要99元 只要99元 15大瓶全部带回家 如果你发现买贵的 退 如果没效果 退 这就是我们的信金 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赶紧打电话订告吧 女子旁 一个马 妈妈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 是妈 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R 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 很多的努力 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芝可谈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热爱生活 人人有则 生活倒报为您服务 科学化养生健康每一天 很多人喜欢泡脚 觉得泡一泡脚睡个好觉 对身体是百利无一害 但今天我们可要提醒大伙了 有些人他并不适合经常泡脚 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专家说 静脉曲张患者和动脉避色性脉管炎患者 偶尔抛一两次脚问题不大 但长期泡则容易泡出问题 那我们普通人可以经常泡脚吗 正常人泡脚肯定是有好处的 因为脚上比较来说离心脏最远 它的血液循环理论上在全身来说 应该是最差的 尤其是冬天 正常人我们拿着泡泡脚每天泡一泡 局部按摩按摩 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 其实对脚的健康还是有帮助的 我们泡脚的水温水位多少合适 一次泡多久比较好呢 现在还有不少人泡脚的时候 喜欢加一些中药可以吗 你知道扣蟹吗 它因为这形状像扭扣而得名 比一元硬币它大不了多少 别看扣蟹个头不大 但是它却打开了盘锦市盘山县 老百姓的致富大门 更爬出了国门 横行海外市场啊 今天我们到盘山县的捕捞现场 去了解一下扣蟹 在德胜街道后鸭子厂村 周广域扣蟹越冬基地 专业的捕捞人员凿兵、穿县、下网、收网 一网接一网的把越冬池里的扣蟹打捞出来 装袋运走 周广玉说 由于盘山县养殖的扣蟹苗好 生长快 成活率高 在全国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 今天扣蟹销售啊 我觉得比网店要行得好得多 因为今天扣蟹价格 对比网店来说 价格是比较高的 每公斤呢 基本就能达到20、23元 就是说今天特别好 小时候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我们家在家就负责 公公员给扣蟹拿出来 时下正是扣蟹出口外销的旺季 在盘山兄弟水产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正按照采购商的要求 对扣蟹分检、打包、称重、统一包装 当天下午 这扣蟹订单便会通过霸鱼圈港 运往韩国实现出口创汇 小扣蟹占领大市场 变成富民大产业 近年来 盘山充分发挥地处辽河入海口 繁育蟹种最适宜的水质、气温和地域环境优势 通过政策扶持、能人引路、技术革新、品种提纯等手段 从粗放粗养变为科学喂养、规模繁育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 到2022年 盘山县河蟹养殖面积达到107.41万亩 如今 河蟹产业不仅让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更帮助他们在增收的路上 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要说咱们辽宁真的是物产丰美 各地都有各自的特产和美味 只要宣传到位了 科学经营了 各地的宝贝 我们继续 会 有点 有点 打